凡夫吃饭 要讲究 色香味 考究这些 心系念在色香味上 这叫什么 叫省烦恼 菜色不好 味道不好 就起分别 起执着了 就生烦恼了 那佛教人 把这种分别执着放下 放下之后 这个色香味就变质了 为什么 从心相生 变成一色 一香一味 那个一 是纯的 纯金 纯善 所以 再不好吃东西 放到佛口里面去 佛就把它变成最美的味道 智行一出 无事不办 他自己都办到了 就叫我呢 大臣经常常常说 静随心转 外面随着我们念头转 那个正念的时候 会把外面的恶念变成正念 恶法变成善法 所以佛自在 快乐 一生当中 坐而无坐 无坐而坐 你问他说 什么没坐 什么都没坐 样样都坐 圆圆满满 为什么说没坐 心里头不落痕迹 这就是没有坐 心里有痕迹 我坐了好多了 你会累 心里没有痕迹 坐得再多不累 没有住相 做的什么事情 帮助众生 破灭开悟 就这一种事 穿衣吃饭 都实现这一种事 一步前家饭 佛在世的修制度 一天吃一餐 这一餐饭 是在外头偷过来的 那么他的长岁弟子 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加上佛 一千二百五十六 每一天分头到村庄邻居 解释地去脱补 脱来了 不是你脱到就吃 不是这样 要端回来 回来之后集中起来 脱饭通通到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 在里面吃多少 在里面吃多少 跳多少 一波千家饭 真的不是假的 真平等 这些弟子们 都有这个能力 静随心转 都有这个本子 用清净心 把事物转变成 最干净 最健康 最有营养的 他用念头来做 怎么知道 他最健康 最清净 他们没有听说生病了 这么样个团体 晚上住在树底下 白天就初步 没听说生病的 那就知道 他们的饮食齐具 是健康 不怕风吹雨打 不怕 真的是炼成 我们常说的 金刚不坏神 他只有这个本子 这都是我们后世 应该学的 二宿五路 不应该学的 学了一大堆 云修云正 亦修一切修 一阵一切修 修的是什么 不能不知道 真的是什么 修的是方向 是看破 看破 是修正我们的观念 放下 是对峙我们的业障 正生活 清净性 平等性 就正这个东西 清净性 是小臣 所修的 平等性 是大臣 所修的 清净性 先前 正 平真 平等性 先前 正 大半 叫 就近 你们 所以我们在佛琴 供一杯水 这杯水就是代表 清净 平等 水没有染污 清净 谁不起波浪 平等 没有执着 是清净性 没有分别 是平等性 在一切法里头 无有一法 不如是 穿衣 修清净 平等性 没有分别 支出 就信念 平等 也对干干净净 真真净净 让众生 看到欢喜 吃东西 也是清净 平等 就是没有分别 没有支出 那就叫 一位 待人 接物 都要学习 不分别 不支出 这个不分别 不支出 不是私 世上不分别 不支出 那个世界就乱掉了 世上 又分别 又支出 心上 没有 这个要懂啊 心上是干干净净的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世上样样都有啊 心上不许有一个咋念 我会认识 我会认识